OK 兄弟们大家好 我大炮 今天给兄弟们解说一下 昨天星期一的一个 建会的一个比赛 建会的一个比赛的话 关战帆这边的话 这个锤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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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钓鱼岛新来的一个地府 所以说钓鱼岛现在的门派 特别的急 暴肿的化身也到钓鱼岛了 然后的话关战帆这边的话 没有算是多顶算的是大可不必 就是以前珍宝阁的那个 大潭官府 对面的话是我们明秀员 两边的话都是胡打虎 没有克阵也没有贝壳 虎阵打虎阵 对面的话开局的话 是选择来点我们关战帆的一个神木林 两边的话都是同样的阵容 同样的阵法 所以说不存在 克阵 论硬件上面来说的话 钓鱼岛的硬件应该会比对面稍微的好一点 就所以说比赛的局面 应该是一个六四开的一个局面 现在钓鱼岛这边也是很猛 梦幻西游最强物理系的一个服务器 人 魔 仙 三个种族 全部是1100三海以上的武器 然后的话化身的话有两个化身 梧桐的一个化身 加暴总的一个化身 轮总的神木林 对不对 然后的话反正门派超多 我问你说 门派也超多 老板也超多 就所以说的话 这边的话这一次选择 用大潭官府的这个门派 没有选择用那个 斯托宁啊 就所以说 老板比较多也比较麻烦啊 就你不可能每一次比赛都是三地名玩家的那个好吗 那其他的那些物理系的老板怎么办对不对 OK 这边的话也是一把破血环弓加琴三叠压制对面 明硕园大潭官府的一个血线 比赛第三回合 我觉得这一把比赛的话应该 回合数应该会稍微的 残一些啊 因为 碾 碾碾的话都是大潭官府 加地府的一个组合 就前 前期的话我觉得 地府什么八回合 1.0元 我觉得也没有什么用 对吧 虽然说可以延长个两回合小死丸 但是不足以 不足以致命啊 就所以说的话应该24回合之后 有3.0元之后的话 我觉得 女儿国标这个阵容的话 我觉得 应该 威力会比较猛一些 因为 0元的 延长小死丸的时间变长了嘛 就三变出地厅一些啊 比赛四回合 两边的话都没有选择跌半天啊 两边的话都是上有暴虫 随意观察翻女儿圈 依述空对面女儿圈 看一下有没有点 一般空对面女儿圈的话 一般就是要点了 小死丸挂 挂对面的什么力 大可不必这个 大潭官府的话 好像是孟怀修第一扇吧 以前震宝阁里边 260多万 买的这一把扇子吧 开刀2700 怎么直接空气 出了一把163直接空气 猛是有点猛的 正好青衣三叠 还叠到了 神木琳的宝宝 不过没有关系 神木琳这边宝宝有一把神佑 那还可以啊 我觉得也不是特别亏啊 一把小死丸 对不对 无所谓 两回合而已嘛 一把小死丸 对不对 一把小死丸 两回合而已嘛 国标这个阵容 物理速度跟 风系速度速度的话 同样重要 因为你有风系速度 你没有物理速度的话 两边同时对点的话 对面大潭官府先少 对吧 关在番后少的话 关在番大潭官府的话 可能不太容易能 有这个血线出手 所以说的话 国标国标嘛 物理速度跟风系速度 都比较重要 就很多国标队友的话 会喜欢开鸟阵嘛 就是这个原因 这边的话是选择开虎阵 对面这个血线还可以啊 没有什么压力啊 三票 三票中二 对面接了一把罗汉 发生的话 刘云保一下自己 自己加到大潭官府的一个 一速 你看其实点倒神木灵 是没有什么用 你知道吧 下一回合神木灵的 这个小鼠岩被花生给吸走 没有特别大的用 平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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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坎青花生的一个宝宝 叠满天 因为花生这个时候啊 比较的 那个 操作 空间 比较小 因为花生这个时候 主要的一个操作空间 就是叠人心嘛 这边呢 又要出宝宝 又要叠人心 又要活 所以说的话 宝宝不太容易出血 下一回合 对面大潭官府的话 是肯定 要出宝宝 女儿圈的话 可以拉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对面怎么拉 OK 这边给花生丢魂 不然花生活 我 这边直接破甲 要点花生啊 第七回合 虎镇 繁育 破甲 要直接点花生啊 开刀 一千七 两千 两千 四刀 空切 四刀把对面 花生给空切了 他这个小死丸 还不是挂上去的呀 他这个五回合的小死丸 是西神灵的 再一个小死丸了 他妈 第七回合 把对面 花生给空切了 兄弟们 他妈 现在钓鱼岛这么凶吗 OK 对面直接宝宝召唤 那个男人直接逃跑 剑会一般的话 是不会逃跑的呀 剑会逃跑的话 积分扣就特别多啊 我 第七回合 那个男人直接逃跑 我都服了好吧 宝宝宝宣布逃跑 就打 呆瓜 点对面 民修园 化身 把对面指挥心态 打崩了 兄弟们 这也太强了吧 风卷 六成风女 哇 好吧 下期比赛我们再见 兄弟们 有精彩的比赛 欢迎兄弟们 随时 找大炮投稿 好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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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